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闻智库 小代母之死相信大家都会觉得很可惜 代母现在面临绝种 地球海洋面积超过3亿平方公里 为什么这么大都容纳不了少少的代母呢 82年的时候代母被列为贫藝物种 但情况去到90年代急剧恶化 1996年被列为极危 即是绝种的机会非常高 根据海洋专家的数据 代母过去三代 总群的数量减少已经超过了八成 虽然代母繁殖率很高 活动范围又大 每次吃龟可以生接近150只蛋 但是幼龟枯化之后很脆弱 容易成为天敌的食物 而在海洋的存活率相当低 所以可以成长的代母其实只属于少数 而人类的活动更严重威胁到代母的生存 代母的壳 古代已经有人用它来整疏和首饰等等 虽然现在代母被列入 凭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 但是由于代母工艺品的价值不飞 至今仍然有人偷獵 以至是偷运代母的制品 而代母的主要食粮是位于珊瑚群的海绵 由于海洋污染、地球暖化 导致大量的珊瑚患病死亡 代母的主要生存环境亦受到严重威胁 近20年代母的数量急速下降 工厂大量生产塑胶 部分变成垃圾流入海洋 这些垃圾随着洋流漂浮 堆积在海洋不停地打圈成为垃圾堆 根据统计 这些海洋漂浮的塑胶垃圾 有接近四成,颜色都是透明 代母误以为是食物之一的水母 食了落土后又消化不了 最后就是塞在腸内导致死亡 而其他人类活动 好像是鱼蟒、鱼蚝等 都会导致它们死亡 有不少代母就是被鱼船的鱼蚝困住而窒息 也有代母吞了鱼蚝 卡住在食道最终要饿死 地球历史上经历过多次物种大灭绝 随着工业发展 人类对资源过度开发 环境污染 物种首次面临由人类造成的灭绝危机 代母的迅速消失 亦是大自然发出的一个警号 今日的新闻支付讲到这里 前面 主要是小事 亦是小事